好遠喔 不遠啦 走帶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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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不是不遠 這邊其實是在山藝鎮 到木雕博物館 接受文化的熏陶 大概就是14分鐘左右的車程 如果你忘記帶柴火 木雕博物館那邊 應該買得到一些廢材 可以買一些夾吃品 對 就說很厲害 你這個雕然這樣能看嗎 我把你燒了吧 看你會不會被打 那如果被打的話 這邊的意願 距離山藝火車站 大概就是10分鐘車程 附近醫療資源 或者是採買也都沒什麼問題 全田那邊也有 山藝車站在旁邊 所以鐵路露營 是有機會成行的喔 沒錯 火車露營 火車露營是沒有問題 加油在旁邊也都有 大概也是10分鐘的時間 所以這邊的採買醫療警察資源 其實都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到底是要來幹嘛 現在要刪牽索的 剛剛火火過了吧 所以剛剛那一趴是要剪掉 還是這一趴要剪掉 你現在就講豬 兩趴都要剪掉 因為三千鎖這一次辦得 相當的盛大 相當的隆重 三千鎖是風格露營 露營 露營使用的東西 都是厲害的 這是我第一次到露營區 要看地圖 才能知道它搬在哪裡 你知道這營區有多大 這邊一共可以容納大概 170張左右 目測看起來 我認為是它包了這一區 跟外圍這一區 大概有55張左右 有湖耶 必須看著地圖走 否則你會迷路 你知道 不對啊 你看 你要住別墅也有 你要觀景台 這邊還有木棧板 那它還有分區 還有在往下層的營區 你看這邊有個樓梯 你在這邊可以幹嘛 你知道嗎 變成無敵豐火輪 我的阿媽尼 全的都搞定 如果團路在這裡的話 小朋友來我們先做安全測試 當然就要用上重機具 滾了好不好 該不會是已經彈到地上 欸快了欸 你是不是快要穿過自己心了 身為一個專業的重機具 這樣也是很合理的吧 站不起來 好了不要這樣 會痛 我賺到 我想到如果我們在這邊團路的遊戲 要玩什麼 玩這個不能跟比你重的人玩 根本站不起來 哼 我根本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看你學要有Bew高的氣象 放心好了 醫院離這邊也大概10分鐘 我是胖虎 我是海志王 你是胖虎 那想必大雄應該就在你下面 大雄咧 你才參加胖虎演唱會嗎 他連這一管遊戲區都幫你設計好 還有一個滑草的斜坡 所以他算是親子入營區 好了胖虎 今天都是幹體力活 好累喔 你到底是虎還是熊啊 你看你又老了嗎 每次到營區就是這樣 你朋友玩得很開心 對啊 你們兩個在這邊當酒店當滿久的 酒甲林 如果早上有這個 我們那時候不用再特別跑去酒甲林 在那邊拍完 放酒甲林的影片 是不是省工省食省油錢 什麼風格都有 你要搭帳篷 你要民宿概念 你要來發呆亭發呆也沒問題 他還有蒙古包耶 沒錯 基本上懶人露營就已經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剛剛看的貓草物 再來就是蒙古包 這邊都已經能夠滿足你所有的需求 除了一種需求是沒辦法滿足的 什麼需求 性需求 不免俗來是要講一下用電系統 這電箱很有巧思啊 哈哈哈哈 這是我看過最空曠的電箱 而且電源孔數超過五個啊 他這個是有一點點聰明 這種延長線自己就附帶了跳電系統 你就跳電跳這個延長線又不會跳整個營區的電 布遠山莊這邊根本就是露營界的重劃區 怎麼都是重劃區 在一般的營區都是單一直批 同一個樹你要看48小時 太辛苦了 他這邊有蒸葉樹林 有深色的樹 有淺色的樹 還有枯黃的葉子 高低錯落 不同的層次分別 為什麼他要種這麼多種樹 種同一種的話 有可能季節到了 他全部都凸掉 沒錯 他可以四季都擁有綠色的直批局樹蔭 在每一個營區旁邊都要有樹蔭可以遮蔽 所以我說是城市的督發局 而且高低長的都不一樣 對 很有層次感 而且我告訴你 馬路三米寬 每一戶都是四面採光 這個東西棒 所有的帳篷 基本上都是車庭營味旁 哇 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在前面日式的建築之下 你根本就是穆納魯道 摩納魯 不是摩納魯 摩納魯 不要隨便侮辱原明語 原明語叫摩納魯道怎麼唸 你要會唸你再來 摩納魯道 不是 摩納魯道 還來 等一下 你的阿媽妮眼鏡沒壞嘛 你看看鬼哭好像好個什麼技術 我的阿媽妮好啦 為什麼會好 因為中立體賠一副新的給我 在中立買 對 這一間店叫中立體眼鏡 不是 他有消化器 怎麼變成 旁邊剛好開了一間 飛起不得 還有很多地獄梗 但是我真的不敢講 好啦 如果說你想要帶你的家人來露營 然後你想要很臭很廢 又不想要搭帳篷的時候怎麼辦 不遠山莊都幫你搭好了 請看 蒙古包這邊一共有十張 每一張都很大 你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 來take我的臉導播 看一下 不要動喔 看一下這像什麼 裴永俊 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不要這樣 不服現實說被 留著嘛 我付錢好不好 留著嘛 我被YouTube黃標 一千塊 留起來 不實影片 你的那個賠是賠錢的賠 賠勇俊 神殿帳的設計是真的很棒 縱使下雨了 你也不用擔心 側帳 賽帳的問題 他都要搭好啦 你就直接來 直接錄啦 欸 我為什麼要用竹子啊 身為一個戶外露營國主 就地取材很重要 這邊滿滿的竹子 我不用竹子 難道還去買營柱嗎 所以是為了神營柱就對了 沒錯 重點是什麼 你看最中間那一根 情侶來露營 最主要就是什麼 你的精神要站 沒有一駐晴天的感覺 小時候你老爹 有沒有帶你去一個很棒的地方 看到這個帳篷 就想到了快騎動物園 我說的是俄羅斯馬戲團 不過差不多 因為裡面不是那種 兩隻頭的蛇啊 三隻腳的貓啊 所以現在要講要配樂是不是 我們先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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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階段 1.5 階段 擁有一個150階段左右的腹地 它的衛浴設備非常重要 如果是統一鍋爐燒熱以後 要分布給這麼多人洗澡 通常會有限時間 還有熱水會不夠熱 還有水壓不夠強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來突擊檢查一下熱水設備 這邊一共有幾間浴室 它就有幾台熱水器 一共有10台熱水器 代表它有時間衛浴 這麼多瓦斯桶輪流交替使用 如果你沒有熱水那代表什麼 瓦斯沒了 代表你蠻衰的 來這裡看一下 萬一真的再沒有來跟我來 那邊有一堆柴火 你就自己燒熱水洗一洗吧 我覺得這個影片我們不要放上去 如果我們在那邊辦團路 在那之前就被燒完了 那是不是很對不起我們的費用 所以這段我們就麻掉了 這一片麻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浴室 基本上非常非常簡單 它就是給你最大空間 跟這個營區一樣 你認為這個可以幾個人一起洗 這個NTR的那個都可以 什麼是NTR 我只照GT 昨天晚上你差點沒命了 我會抓 這個空間呢 夠大 所以一家人進來一起洗澡 完全不用擔心說 需要照顧小孩的問題 同時幫小孩一起洗 接下來 就容許我 用最英俊的步伐 跟大家講一下這邊的廁所 廁所基本上就是一個馬桶 一個垃圾桶 跟一個衛生紙捲 以及最重要的 馬桶刷 你自己弄髒的是應該弄乾淨 它有一個很好的設計 它上面沒有封底 這代表什麼 通風好 你通常在撇上 那條是熱來的 熱 那麼熱空氣是上升還下降 上升 所以它上升上去 在你基本上 多了 今天就來幫大家上一節化學科 多了 我幫大家上一坨屎看看 拉屎 拉屎我 哈哈哈哈 趣味大競賽開始 沒錯 聽說獎品很好耶 看起來就是個五百障礙賽 就要派出了 運動最強 黑翔主將 蛤蜊你好了的黑翔 手長腳長的 快點出來 手長腳長的 五長必有一短耶 就是你參加了啦 呃呃呃 呃呃 呃呃呃 呃呃 嚇死前你有什麼話想要交代 我一定會中大的 我覺得你會中大的 你們的選隊長比較明明 不要怕不要怕 一直進去 哈哈哈 好像沒氣 哈哈 差點啦 這邊先介紹一下 等一下的獎品 No Space的博具袋 它是二合一的 FENTER NET 的太北 金套 黑米塔還是金套 怎麼會舉賢四強 這淘汰賽喔 有意見快點提出了耶 開始就來不及了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贏 我現在第一名 那我跟你講 你現在去把他拉近一點 我看我先過去拿禮物啊 對啊 先讓他練習五次 現在不是寵物大賽 哎 哇 阿姨這組很有看到喔 老死娘的代表 你也是透鏡的老闆娘 阿姊 好 老闆娘是不是 老闆娘 阿姨為什麼是我拍 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跳 horrible 王豬騎士來了 不是只有一個人參加 為什麼妳們兩個都在轉 我應該讓妳去拍才對 等一下還要參加決賽的人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等一下不要一直 busted 我覺得就很像 浪費了幾滴而已 超累的 然後我們要不要一點啦 讓你不要鎖走 加油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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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是行驚船 不是單架耶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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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對是什麼 太扯了 你現在需要有什麼 這樣寫 還有 這裡就是舞台區正中央 就是最大的一塊空壁 那大家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如果我要冰東西 珠界 桌椅 影本部在哪裡 會不會很遠 不遠 走 好了 到了影本部 我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 它有做客廳帳租界的服務 那想必有房就有椅 所以椅子也有租界 再來呢 它也有烤爐可以租界 甚至我剛剛聽說 有一個巨型風台 可以在正中央上升 然後呢 冰箱的部分呢 一共有三台 再加上兩個冷凍庫冰箱 然後跟我來 我帶你去看這邊的神獸 好 可以叫了 多聽話你看看 可以叫了 叫吧 叫啊 說話 呵呵呵 I like you I can't wait I first time I first day You so fine I'm so late You sip wine I drink straight Don't waste time To my place I feel my heart 露營區有個網美咖啡店 是不是很臭喔 非常非常合理 可是我跟你講 通常露營區的網美咖啡店 到最有的主要 通常都震王 我通常都經營得非常好 你怎麼講比較這種話 但是這一間絕對有經營下去的理由 那麼這間露營網美咖啡店 有賣些什麼呢 這位觀眾問得非常好 它有賣咖啡 早午餐 下午茶 重點在 多露植物 而且還有一個隱藏版 多露動物 喂 你不講這邊是個咖啡店 我以為它是個植物園 這一間咖啡店呢 就叫露營 它是由一個舊巴士去改造而來 裡面的氛圍 喝杯咖啡 可以體驗下午悠閒的時光 搭配你的露營設備 簡直就是絕配 走 帶你去看 是不是 比南洋風味更南洋 剛剛有問老闆 這邊有提供什麼 有沒有酒精飲料 老闆說有 但是你必須跟他喝一杯 特調 是不是很像街角書店 配著輕音樂 整個感覺 都High Coloss 起來了 你講對了 這也算街角書店 這算街角書呆治 難怪在台灣那麼多人 想當咖啡店的老闆 工作環境太舒適了 如果50年後 都沒有人生成的話 就會長這個樣子 相當的有末日感 這是公車對不對 對 龍媽公車 還可以轉啊 舅舅 你知道為什麼這一間叫鹿角 而且擺那麼多多肉植物嗎 為什麼 老闆本來是在做植物的買賣 家裡擺太多了 所以來這邊嗎 順便做買賣 順便做咖啡廳的生意 今天說已經經營三年多了 一進來就好像到了 一個另外一個童話空間 早上來一杯咖啡 你也不用這邊磨豆子啦 還有隱藏版美酒香飯 所以如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點閱人 再開啟的軟燈 訂錢分享女朋友 掰掰 而且喜歡植物的朋友 真的可以來鹿角咖啡 跟老闆聊聊天 任何多肉植物的知識 怎麼養殖 怎麼照顧 怎麼買賣 都有很多 新的知識可以詢問 都可以來鹿角問鹿角老闆 包含感情的問題 老闆不想上鏡 但我告訴你 他非常上鏡 段哥來的 他剛剛說的感情問題 該不會是他自己上吧 上什麼 你講清楚 人家說 走出一段感情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進入一段感情 那沒有叫你 晶晶出出的嘛 還會兒 我開來的 五個字 我開來的 我開來的 風格 發生 啊 這